歡迎收看金領天下 美國聯準會一如市場的預期 在這一次利率是維持不變的 不過在三月份原本會降息 這樣的一個期待 落空的情況之下 導致了美國股市的一個大跌 在昨天的倒球重挫超過了三百點 而另外現在黑天兒的作者 也提出了警示 他認為說美國現在債務是在上升 整個風險在提高 這是白天鵝來襲 而美國現在也面臨到 死亡螺旋的一個局面 另外日本的媒體報導說 中國在去年GDP的成長率 他們認為是造假的 而且去年的實質GDP 應該是呈現負成長的一個情況 另外我們再來關注 台股在最近是在萬八附近 上下來盤整 那麼在今天是收在最高距離 農曆年的封關 剩下最後兩個交易日 到底可不可以報股過年 在年後開紅盤的機率到底高不高呢 另外在韓流的一個部分 韓國的娛樂產業在去年 因為受到了大陸禁韓令的影響 是遭遇到了逆風 現在K-pop也是積極要轉型的 是呈現了要脫中入美的情況 他們在美國還選出了新團 到底有沒有機會可以成功來突圍呢 我們在今天節目現場 為您邀請到台大電機博士張晴玉 大家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資深分析師謝陳彥 大家好 財經專家游廷好 晚安 資深分析師林玉凱 大家好 大家好 我們先請教陳彥了 美國聯準會在這一次一如市場 原本的預期就是利率的部分 是按兵不動的 但是聯準會他們也暗示說 還沒有準備好 要進入一個降息循環 結果這番話 讓美國股市是馬上就中錯 對 因為這一次巴爾的態度 相當的明確 因為他的言辭並沒有閃躲 他完全表達他的一個想法 導致了美股的一個修正 你看這不管是稻窮 費半都出現大幅度的下跌 甚至這個蘋果 我們看微軟 Google的股價都大幅度的修正 我覺得確實有受到 他這一番言論的一個影響 當然不升息也不降息 這個是我們原本就預測到 我們節目也有跟大家追蹤 他把這個升息的措辭刪除掉 實際上也沒什麼 因為大家早就知道 你不會升息了 只是說在整個文件上面 更明確你就把它刪掉 也就代表就是說 未來很長一段時間之內 我們不會看到升息 這樣的一個政策 只是說大家一直期待 三月是不是可能降息 但是我們之前也講過 我說三月降息的可能性 其實滿低的 這一次包爾就說 三月降息的 為什麼他潑了冷水 因為他說 他要看到更多的證據 麻煩你更多證據 更多證據來 如果你能夠說服我 我才要降息 感覺上態度是這樣 所以為什麼突然之間 他這一番話講完以後 三月份降息的一個機率 直接掉到35%以下 這個掉得滿多 也掉得滿快的 當然不管怎麼樣 其實還是會降息 只是三月應該是不可能降息 可能就是降到這個 可能五月或六月 就往後推遲 但在這當中 其實大家還是擔心 會有一些風險 如果你能夠提早降息 或許還是能夠阻止一些風險的發生 這是黑天鵝的作者 他寫的 黑天鵝作者 這本書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 滿厚的一本 Black Swan 然後就講說其實是白天鵝 到底是黑的還白的 當然是白的 他白天鵝的意思就是說 還是有風險 你也知道 就是風險 你知道 但是到底什麼時候發生 你還是要想辦法去面對 為什麼他會講這樣 你看 債務不斷的攀高 主要是債務的問題 好 那我攀高 你利率又這麼高 我的利息支出就很高了 對不對 好 那怎麼辦呢 你只能再舉債 好 可是你的債務上限到了 那怎麼辦呢 就再把債務上限提高就好了 那債務上限提高以後 債務又攀升 你利率又這麼高 利息又增加 那怎麼辦呢 又碰到債務上限 就再提高 就發現他們一直在 美國一直在玩這種遊戲 可是這樣子的一個情況 其實這個黑天鵝的作者 就特別提到 他說這可能就是一個 死亡螺旋 因為他認為這個債務上限 政客是武力去面對 這樣的一個問題 坦白講 沒有辦法面對 那即便是川普 我相信他也是叫他們 乾脆把上限全部拿掉就好了 對不對 我覺得他一定是這樣 很強硬的說 你不要再有上限 老是在那邊調整 那這個葉爾艾朗也講 他說先進國家央行之前 大幅度升息的效應 還沒有顯現 升息基本上 當然對整體社會來講 他不會是一個正面的效應 對不對 那也就是說你的負債 你要背負更多的這個利息 對企業來講 你要背負更高的成本 壓力也更大 這個部分怎麼辦 那問題是 你現在又不敢怎麼樣 又不敢大幅度降息 那到底怎麼辦 你到底要不要面對 對不對 當然這個美國參院的 銀行委員會主席 布朗他還是提醒說 還是要趕快降息 還是要趕快降息 那只是說鮑爾的態度 我覺得這樣 現在他這樣其實還滿不錯的 就讓大家猜不到 他在想什麼 對不對 我這幾天跟他秉竹夜談 他也都沒有跟我透露 他到底要升息來降息 我覺得這個滿好的 就是官員你要把這個政策 因為我們常講 身為經濟學家 我常跟大家提醒 我說你政府的政策要有效 就是讓大家猜不出來 對 他說高利率在傷害中小企業 沒有能力買房 而且最近有一件事情 大家不敢辭職 所以最近老闆講話都很大聲 怎麼樣 那不然你不要幹 然後勞工說 好 是的 為什麼 因為不敢辭職 那為什麼不敢辭職 會不會是因為 對未來的整個景氣的前景 大家也覺得不太妙 你看這個辭職人數從 去年 去年全媒的辭職人數 對 然後五零六零萬 從二零二年這樣減了十二趴 我說減幅蠻大的 對 減了一成以上 不敢那麼大聲了 就是 那最近還有一個 蠻重要的 大家去觀察 就是因為在紐約 你之前在紐約 很長一段時間 你應該也知道 其實吃了飯 你要付二十趴 二十五趴的小費 那很多人就不理解為什麼 那因為紐約的 這個服務生的底薪很低 對 他不靠這個小費 他根本沒辦法過日子 那你知道嗎 現在他們現在就說 以前的政策是說 你底薪加小費 只要超過最低薪資就OK了 所以老闆都坦白講 就是故意用很低 現在這個如果取消 老闆要調高最低薪資 對 那大家現在不是 也不喜歡付小費嗎 那對餐飲業來講 對這些餐廳老闆來講 成本就變高了 所以會不會又引發一波的財源潮 我覺得大家也要小心 另外再看到中國的一個部分 現在日本的產經新聞竟然說 我們之前不是聊過嗎 去年中國大陸的GDP 竟然還有五點二趴 感覺上還不錯 對 但他竟然現在產經新聞說 他們是造假的 對 所以造假的很厲害 實際上產經新聞做了一個計算 因為GDP你要去算出來 其實也不難嘛 對 因為GDP就是C加I加G加S減M 你看我這個公式講得很流暢 那當然第一個就是說 你的消費力 那就整個中國的GDP來講 30%是房地產業貢獻的 對 那你房地產業是成長還衰退 有人不知道嗎 去年房地產業是大幅度衰退 那我就成長30% 他們算出來應該是-5 就是如果是把房地產拿進來就-5 這個也不 -5啊 對 但是這個不會是最後答案 因為你還有出口 你還有消費 對不對 可是出口也是衰退的 那出口的貢獻算出來 再扣個2% 3% 那負的7% 8% 好 那你說你消費有成長 消費數字成長到底有多少的真實 坦白講也是一個問號對不對 沒關係 我們就相信消費成長 算進來後怎麼算 都不會變正5.2 那因為這樣的情況下 你的消費要成長 我們就簡單數字就好 要13對不對 至少你的就變成13 那消費要成長多少才能加13回來嘛 不可能嘛 但是不可能成長那麼多 不可能 我看消費就知道 等一下我舉例給各位看就知道 消費不可能有這麼強的成長 所以這個產經新聞 他這個記者才會撰文說 根本就是負的 實質GDP應該是負成長 所以他怎麼算出來的 那坦白講他也不會告訴你嘛 那這裡面就有人去推敲說 基本上他們有做 為什麼說有可能做一些手腳 你看河南省政府他公佈了 那這公佈的數字很有趣 就是2023年的GDP比2022年低 結果出現同比增長 那這時候突然我們就在想 我們的數學以前怎麼學的 不是新的減舊的 再除以舊的對不對 結果他們發現說 搞什麼鬼 你要同比增長 你2023的數字比2022低 對 這樣怎麼可能會是同比增長 那你就把2022年再調低一點 這樣不就成長了 是不是公然造假 這是不是公然造假 所以就其實就被大家抓到 就有出現這樣的現象 而且說實在你要大幅度增長 坦白講很多經濟面的數字 也要合理嘛 對 也要合理 但你看PMI 這個連續四個月 持續的一個萎縮 都一直低於50 對不對 就代表景氣池一直萎縮的狀態 那你的GDP怎麼沒有符合 景氣衰退的數字 所以產經新聞說 要叫大家趕快跑 因為他說 經濟數據造假 會增加投資負責 沒錯 那當然 其實我覺得 整個市場 讓大家又生氣的事情 就是說 貧富的落差 還是非常非常大 不是說 大家都共同富裕了 可是其實沒有 你看有富商 他家裡奢華 奢華到什麼程度 一個桌子 可以坐20個人 然後旁邊還可以玩 什麼什麼的 這就奢華 可是你知道嗎 被人家拍到廣東 就是小孩 帶著更小的小孩 這是很可憐的 然後在垃圾堆裡面 找東西 我在猜應該是找食物 應該是找食物 當然中國是說 那個不是 在玩什麼什麼的 可是從影片當中看得出來 確實應該是生活非常的辛苦 加上就是說 現在很多雇主持續在財源減薪 到目前為止 我們講 財源減薪這個部分 並沒有改善 薪資持續的一個減少 再加上整個消費力不髒 其實是通縮的 所以我其實不太相信說 消費有把GDP帶回來 其實我不太相信 現在北京不是最近很多的政策 不斷的拋出來 可是好像進入到新的一年 就2024年 實際上我們看外資也是不買單 一月份還是浸泡之後 145億的一個人民幣 等於連續六個月 我們之前講 他退的速度非常非常快 所以這樣看起來 農曆年前的之前的一個舊市 看起來很像只是讓股市 出現一個死貓條 那農曆年後有沒有解 我覺得還是有待觀察 好 剛剛陳彥段 我們看到是在中國大陸的一個部分 那麼產經新聞說 北京的GDP造假 那麼現在他們也說 如果經濟數據會造假的話 也呼籲這個投資人 就要趕快跑了 對股市來說 是相當不利 那麼在臺股的部分 又要怎麼觀察 臺股在下個禮拜一 就要農曆年前的封關了 最近預刊 我們看到指數 都在萬八上下來整理 但是在今天感覺還不錯 所以這個時候 是可以安心報股過年嗎 我認為是可以的 我提供大家幾個數據來看一下 首先第一個 我們來看一下市場的心態 因為我們知道說 外資其實在去年度 對臺股非常的不友善 大概到12月開始 開始大幅度的去做回補 但是有一個重點在什麼地方 我們看一下1月19號 我們看一下這個圖 那一天為什麼回補了801億 因為那一天 他強力回補台積電 其實在1月中旬以前 外資對臺股都還沒有到 太明確的表態 主要是兩個原因 第一個就是說 當時總統大選將至 可能他在總統大選的前一天 布了兩萬六千口的空單 我覺得說 這個是屬於預防性的一個空單 同一時間 在那個當下 他其實對現貨 沒有太多的一個反應 當然這個也源自於 原本在台積電法說會之前 其實外資本來對台積電的法說結果 他是看比較壞的 結果從總統大選結束之後 整個塵埃落定了 所以說預防性空單開始進行回補 我們看到從週一週二開始 每天4千口4千口這樣做回補 然後週四台積電法說會之後 天哪 怎麼講得這麼好 對 跟我預期的落差太大 所以趕快買 對 不只是空單 全部回補成多單 然後台積電強力回補 所以造就我們看到這幾天 1 2 3 4 5 6 7 8 連續8 9天這樣一個回補 這一波的回補 回補了大概1千6百多億 將近1千7百億元 那也造就台股這一波 非常飄悍 攻上18 138的這一波行情 那現在大概就在1萬8千點 上下去做一個震盪 首先第一點 外資認錯的這個情況 我認為是有機會持續去回籠的 因為其實 第一個 外資本來對於今年度的展望 沒有到太理想 可是隨著台積電法說爆加音 那其實到昨天聯發科法說會 聯發科也還不錯 也是好消息 雖然說高通好像稍微 跟聯發科的看法有點分歧 可是至少聯發科 我自己看得很好 對 那再來就是說 因為其實今年度 在降息的前提之下 雖然說3月降息可能會落空 可是5月份還是會降息 在降息的循環之下 其實資金本來就會回流到 所謂的大中華地區 那其實剛剛陳彥雄有講到說 現在的大中華地區 中國大陸可能不太行了 香港也不太OK了 其實最好的去處 反而會輪到台股 我們看到這個證券化波存款的余額 就已經創下4個月來的新高了 這是一個散戶的信心指標 對 散戶的信心指標 但是我們看到成交量 好像沒有這麼明顯的 在做提升 咱這次有點價量背離的情況 是 因為要封關了 對 因為在這個前提之下 大家想說那到底要進不進 可是我進了馬上又要放長假 不太對 所以說現在大家是信心爆棚 可是沒有動作 那這樣子的心態 就會到這個過完年之後 變成所謂報復性的買股 所以說其實在這個市場心態上 會有這樣子的現象出現 那換句話說 我會建議 如果說現在 如果說我們趁著最後兩天 勇於去進場 挑選一些機油股 去做一些承接的 其實說不定有機會 到開紅盤之後 馬上去享受到 散戶台教的這個紅利 歷史經驗也是這樣子呈現的嗎 是的 我們來幫大家統計 近20年來台股開紅盤之後的 歷史漲跌統計 我們統計的後面的10天 也就是兩個禮拜 20天一個月 以及一季的部分 你會發現上漲的機率 如果是兩個禮拜的話 高達七成五 七成以上 對 不論說是一個月 或者是一季的部分 其實都有七成以上的漲幅 對 我覺得說 這個是歷史告訴我們的事情 因為開紅盤 通常給我們的印象就是 表現都還不錯 對 那這個表現不錯 後面也還有一個延續性 而且大家比較擔心的 我們講台海的議題 因為其實這幾天 我有大概暗自的 參訪了這個 兩黨的一個想法 其實就是說在兩岸之間 其實大概到520之前 不會有太大的問題 雖然說3月本來就會有 中共的軍演 可是當時他們在軍演的前提 他就已經先講了 我3月會有軍演 不論誰當選都會有軍演 那這種本來就在計畫上的事情 其實也不能夠之為風險 所以我認為說 大概一路到 就像我們這個統計表上面的 可能一路到 過完年紅環之後的三個月 行情應該都是樂觀的 好 我再請教這個玉凱 如果說是行情樂觀的話 我們到底要選 什麼樣的黑馬產業呢 好的 那我們知道說 其實最近 這個軸承廠摺跌機 這個概念 也表現相當的搶眼 我們就來看一下 根據我們研調機構的顯示 在去年摺跌機手機的出貨量 1830萬隻 年增率非常多 可是重點來了 它的市占只有整個市場的 1.6% 代表成長空間還很大 成長空間非常大 那當然預計今年 有可能會來到2520萬隻 到2.2個百分點 可是我認為說 這個叫做是一個保守的預估 其實今年有人看到 三個百分點 對 因為這個基本上 還沒有把蘋果的部分加進去 因為蘋果今年到底會不會出摺跌機 大家都還不知道 現在還在保密當中 那當然 今年三月份會舉行這個發表會 新品當中最注意的 就是這個iPad Pro 大升級 除了有這個OLED螢幕 還有M3的晶片 其實這些都為這個 我們講摺跌手機 這個軸承廠商 添了一個火水 那我們來看一下 兩檔算是現在比較具代表性的股票 第一檔富士達 富士達是去年才剛剛上市的股票 首先第一個 去年為什麼趙利跟富士達這麼強 因為他們是華為的主要供應商之一 那富士達是華為當中最大的軸承供應商 去年前三季EPS 難道7.48元 那我們講說 就算再把第四季加上去 了不起去年10塊錢 但是今年的展望是看到20塊 翻倍 對 今年基本上是翻倍 而且現在市場傳言 20塊還有機會再去做上修 對 所以我認為說 今天當然富士達 他已經是連續兩天創新高 可是現在不到六百元的這個價位 我認為當然漲多是有那麼一點 可是其實以終端目標價來講的話 我認為還有一段空間 所以還可以再追高 我覺得還是有機會 好 那第二檔 我們就來看新日新 那以三大週成長來說 其實新日新算是三檔股票當中 漲得最少的一檔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他的數字 去年前三季獲利3.32元 今年的展望也有到六塊多 其實是很明顯的一個成長 重點在哪裡 重點是新日新 他是蘋果長期的合作夥伴 我們知道說蘋果他是很龜毛的 如果說今天你要成為我的供應商 我們要先送樣 然後做認證 認證通過一開始 我還不會把大量的單都給你 可是新日新本來就是 他長期的一個合作夥伴 再加上今年iPhone部分不知道 可是至少iPad部分 全新的巧控鍵盤 準備要進行量產 還有他原本的客戶 ASUS跟LG 他的折疊NB 還有未來可以有期待性的 這個折疊iPhone的部分 我覺得這個都會是 新日新的想像空間 好 在2023年 大家說這個AI帶動了 台股的上漲 那麼在2024年 玉凱會覺得AI還是有機會嗎 如果AI真的有機會 到底是在哪一塊族群 會比較有機會 我覺得還是有機會 因為其實AI大概就兩個區塊 一個是伺服器 一個是AI的PC 那AIPC在去年12月很強 最近有點消轟了 那這個時候 我覺得市場上 開始轉過頭來 找一些老AI 老AI伺服器的這個部分 那第一檔 我要推薦給大家的 就是廣達的部分 為什麼看廣達 而不是偽創呢 因為其實去年 最強的是偽創 可是其實當7月份 股價開始下修之後 大家會開始思考 你的股價對不對得起 你能夠拿出來的成績單 顯然偽創是不OK的 那因為其實偽創 它主要受惠是來自於微影 所以現階段看微影 可能會比偽創來得好一些 那為什麼我們看好廣達 因為它在跨入AI產品之後 我們可以看到 它的毛利率 净利率 都有明顯的拉伸 表示說我現在 不是以前那種 毛三道四的這種組裝廠了 好 2023年全年的營收 它是比前一個年度 比2022年衰退15個百分點 但是它前三季的EPS 已經達到7塊6 2022是7.51 對 營收比較少 獲利還大幅度增加 對 而且我們看到 它的這個獲利表現 第一季1.68 2.63 3.32 是呈現積極 逐漸成長 對 積極高的一個表態 那預計 去年的第四季 應該有機會看到4塊錢 那今年度當然我們知道說 去年如果說是AI的萌芽期 今年是應該是商轉的爆發期 所以我認為說 廣達不只在AI 它在車用這一塊的佈局也很深 今年是有期待空間的 好 再來我們來看齊鴻 那齊鴻這就是散熱 也是去年的老AI之一 可是齊鴻的部分 我覺得說 第一個我們要了解到 它是散熱的第一把腳椅 不論說是它的市站 或者是它的技術 應該再是最領先 這是沒有問題的 再來去年前三季的EPS 來到9.75元 我們看到歷史高點 也才11.78元 換句話說 去年非常有機會 能夠再改寫歷史的新高 今年的營收 如果能夠再去成長20個百分點以上的話 基本上今年的EPS 看到13到15塊 應該不是太大的問題 那外資從1月19號開始 連續性的一起做買超 對 所以我覺得說齊鴻 也是一檔有想像 公司的股票 好 剛剛玉凱帶我們看到 2024年這個 如果說爆股過年的話 非常有機會的這些黑馬產業 包括折疊機的一個需求 現在是呈現了越來越高的 一個情況帶動的軸承的廠商 還有在AI這些 已經經過一波修正的老AI股 可以重新來做留意 不過我們提到手機 就要來看到 這是在高通 他們公佈了最新的財報 明明財報也是 優於市場原本的一個預期的 但是因為 挺好 它的猜測還是不理想 跟在前一天公佈 財報的幾家公司一樣 所以現在大家覺得說 手機晶片的市場庫存 是不是還是很高 整體的手機市場 你現在會怎麼觀察 昨天的走跌 主要還是系統單的原因 畢竟聯準會所釋放的談話 讓所有股票都在跌 所以我們不確定 是不是因為財測 沒有那麼符合預期 卻它重跌 也有可能是被 整個拖累了 對 因為這次財報 其實是明顯高於預期的 但是我們可以仔細觀察到 因為高通它基本上是定調 全球手機晶片的實質需求 如果高通好的話 那就說明著 今年的終端需求會回來 因為市場上 對於今年AI能否有顯著的發展 是有共識的 不管怎麼樣 AI都會上期 只是大家會擔心 AI它足以把所有的PC 所有的NB AIPC AI手機 AINP全部帶起來 這個不一定 所以我們要看一下 手機晶片的實質需求 我們可以觀察到 這次高通在1月31號 盤後所公布的 在本季度 一季度的裁測報告當中 營收年增率是5% 來到99.2億 這基本上是高於預期的 包括每股盈余 來到2.75塊 也比市場預期來得高 所以至少在去年第四季 還算是達標的 而我們很清楚 高通在過去一段時間 它的各業務的營收占比當中 手機的部分 占了大概是60% 車用只有5%而已 物聯網的部分是17% 其實它是屬於專利授權 所以只要手機好 它就一定好 但手機的價格是可以調漲的 我們正正要觀察的是 各地區 它的手機營收的一個變化 你看中國手機的出貨量 它下行幅度更快了 17年 當時大概還是有4.4億支 現在已經下行到2.6億支了 你看今年是正成長 但是預估也是把 過去幾年的衰退 慢慢的回補而已 所以我們必須承認 如果在這種趨勢底下 高通的成績 它還能夠優於預期 那就真的太厲害了 所以我們必須了解到 全球的概況 那就是手機市場 早就已經飽和了 基本上市場上 不會給予高通過多的期待 只要穩定的賺取收入就可以了 另外有兩成的營收 是來自於蘋果 這很有可能是在過去兩個季度 高通之所以營收 能夠優於預期的主要原因 蘋果的部分 我們都很清楚 它每年大概第四季 推出整體的銷售量來得最高 2021年 當時賣了8300萬支 2022年賣了7300萬支 2023年 去年賣了7700萬支 但是從總體銷量 不一定會賣得比 2022年或者21年還要來得好 這是第一件事情 但是我們也可以了解到 它雖然在整個去年 我們看到蘋果手機 感覺銷量並不是特別的亮麗 i15那個換機槽 沒有特別明顯 但是現在市場預估來看 去年一整年 蘋果的營收 應該還是創下時高 你說不會 手機沒有賣得如預期般的好 但是營收卻創下時高 什麼原因 第一個原因 是蘋果過去 大概在手機營收層面 都是占7成左右的營收 現在已經下滑到6成 甚至快要跌破了 什麼意思 它App Store 或者它的穿戴裝置 耳機 手環 或者即將推出的Vision Pro 這一些的營收正在提升 OK 這是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 就是現在用iPhone手機 基本上 已經有從基本款 往Pro 往Pro Max 那種明顯的高階機款 增幅的狀態出現 比如說我們以2019年來看 當時在一般機種的部分 大概占了55%左右 買Pro系列的 只有45% 所以買基本款 是比買高階款 還要來得多人的 可是你看 隨著時間過去 現在完全情況不一樣 你看買高階機款 高階的本來比較多 最近6成了 對不對 買基本款的 只剩下4成了 像我是買i15 我是買基本款 我覺得你是Pro Pro Max 沒有 我也是基本款 你是Pro Max 剛才你看到我在滑 怎麼會有人用這種手機 對不對 現在在iPhone層面 這個頻付差距 已經開始湧現了 那說明什麼事情 如果我手機越賣越少 但是高階機款的比例 越來越大 那有什麼關係 已經說還是能夠創高 所以這個市場上的消費 高階商家 毛利會比較高 對 所以很多人會覺得 他銷售量不好 他一定才爆炸 沒有 很有可能 大家的消費心態 已經轉變了 所以從高通 這個層面來看 我認為還算是符合市場預期的 好 不過我們再來看到 是另外一家三星 三星去年的獲利真的是很慘 我們如果說以盡力來看的話 竟然比前一年下滑了七成以上 那麼他們到底目前三星的智慧手機 狀況又是怎麼樣 對 三星因為它是一個大集團 它其實什麼都做 但是現在來看什麼都不好 低潤第一個掉 然後經營代工也掉 後來手機也賣不好 我們真的要留意的 是因為三星這一波利潤下滑太快了 我們可以觀察 這個是三星的營業利潤 當時在整個2021年 還在一個顯著的高位 大概是接近40兆左右了 現在直接掉到只有10兆而已 這說明什麼事情 它的衰退幅度是接近9成 對 所以我們可以了解到 因為它的集團資本投入 它並沒有因此而減少 在這幾年 你像Intel前幾年 由於它的財務狀況的確不太良好 它的確縮了很多資本支出 但三星的資本支出 是不斷的上行的 這是因為當時 它的營收不斷的擴大 但是現在反而壓縮到它的利潤 現在問題點在於什麼 在手機品牌商這一塊 在去年的全球市占率大位當中 首次被蘋果給超越了 你可以觀察到有趣的跡象 基本上在整個22年左右 蘋果的手機 大概在全球的出貨量 從占比來看是18.8% 其實它的機款比 Sansung已經少很多了 還是能有18.8%已經很厲害了 當時在2022年 Sansung仍然是全球最大的出貨商 有21.7% 可是時間線來到2023年 已經完全翻轉了 蘋果的部分已經上行到了兩成 兩成 Sansung的部分是一成九 所以換句話說 被蘋果超越了 你知道小米 Oppo等等 它雖然緊跟在後 但是這個比例跟前面兩名 還是有點落差了 所以它算是對於三星一個重量級的警訊 就是說明我單價明明就比你還要來得便宜 我的功能和機款都比你還來得多 但出貨量居然還會輸給你 輸 對 你說利潤輸給你就算了 你的單價高 但目前的問題就在於 整體而言 三星已經陸續失去了重要的中端市場 這些消費經濟體 比如說在歐洲的部分 已經失去了第一名的地位 在美國的部分也是 但是它在其他地方還是具有優勢的 比如說以中低階手機市場的市占率 它是在顯著提升的 我舉例來說 以印度市場來看 印度的部分 Sansung的市占率 的確也從22年的19.4% 下滑到23年的18% 衰退了1.4% 所以它跟蘋果不一樣 它反而是中低階手機買的比較好 對 你看在整個印度的社會型手機當中 沒有人買蘋果 你有沒有發現 Vivo的部分占了17個% 小米是16% 紅米占了12% OPPO占了10個% 所以在整個印度市場當中 基本上就是一家韓國企業 對戰所有的陸系企業 其他三星在其他地區 很多都是屬於市戰略第一名的 像菲律賓 阿根廷 加納 科威特 委內瑞拉 最近是印度和馬來西亞 所以換句話說 這個三星在未來的佈局 很有可能跟蘋果已經背道而馳了 我們都很清楚 全球的智慧型手機 本來就是齒消皮漲的 可是這個趨勢 似乎在18年以後 就已經完全脫節當中 我們真正要留意的方向 是中國就目前為止 由於蘋果的市戰率 仍然在節節攀升當中 但是目前三星已經被剔除在前五名以外了 我們對於手機產業來看 高通給予今年終端需求商品 緩慢復甦的可能性 可是三星的部分 它只是在整個手機品牌當中的其中一個 它不一定能夠完全享受到這樣的一個紅利 好 剛才提到我們看到在三星手機的部分 現在成長之路感覺上是比較坎坷 反倒是在蘋果 因為受惠在高階手機的部分賣得還是特別的好 所以在這一次的財報 大家預期或許不會太差 蘋果在美國時間禮拜四的盤後 就會公布他們最新的財報 當然除了關注它的智慧手機之外 市場也都在看它的新的頭盔 頭盔是備受期的 我們要請教張博士 這個Vision Pro 它的在2月2號就要正式發售 我在先前感覺這個預售的時候賣得特別的好 而且現在就是有記者實際 佩戴一整天來測試去做菜 感覺上好像最後效果還不錯 是 因為其實這個Vision Pro 大概就明天 明天這邊就發售 那當然它先前就先請一些媒體 然後很多的相關的這個來做測試 網紅來做測試 那測試的結果 其實大家整體來講都比我們以往 包括它的這些新的產品來講 大家都覺得相對來講是比較不一樣的感覺 而且這個體驗非常還不錯 那當然來講新產品一定有一些缺點 但是好的部分我們這邊先來看 譬如說它實際上來講 它有點 它畫面 它現在這個是記者 他要做這個 戴著頭盔做菜 戴著頭盔來做菜 那做菜的時候 我們知道可能這個媽媽們做菜 你一定需要倒數計時 你可能要自己拿手錶 看時間 攝鬧鐘等等 這些都不用 你直接戴著 反正就下一個指令 他就自動幫你這個計時的功能 然後他甚至告訴你 教你要怎麼做 我們以前要對照食譜 對 現在不用 不用看食譜 對 他其實就直接就是 就直接告訴你說 你要從哪邊拿出什麼東西 然後要灑 什麼時間灑下 這個相關的調味料等等 整個來完成 那所以他整個的這個流程 他覺得非常的自然 跟我們以前可能 你可能一邊要對照 這可能手忙腳亂 這個來講 他覺得這是一個很大不一樣的 這樣的一個改變 那整個的步驟 其實都在我們的這個視野當中 那但是呢 因為我們雖然是知道說 這個Fishing Pro 它其實是一個兩個 非常高的這個 MicroOLED的這個解析度 雖然非常非常高 但是跟我們實際上 真實的看到的這個物體 我還是 就像我們再怎麼樣近看這個電視 的字 還是會有一個點一個點 就我實際去看的畫面 跟我帶著Vision Pro 去看的這個畫面 還是會有落差 對 我們真實看到東西 當然是一個連續的畫面 那因為如果今天是透過一個影像 它其實一個是一個顯示器 所以它其實還是會有這個像素來講 所以它的這個 尤其譬如說 像這個可能比較小的字 可能就看的不是那麼的清楚 對 所以這個當然講是純粹技術 因為我相信其實在這個對應的這個解析度 可以之後越來越清楚 這個來講是可以改善的 那但是跟目前既有的這個 包括Meta的這個 相關的這個投賴式裝置 其實已經是好非常非常多了 這個是目前這個測試的這樣的一個結果 那另外一個 其實剛好在這個今天 微軟馬上就宣布針對這個Vision Pro 他就推出這專門的版本 專屬的版本 對 也就是說 我們可以就像他這個 在demo的這個影片裡面 我們以前是自己在投影在螢幕裡面 就像這個螢幕裡面 現在是直接在我們頭盔裡面 而且我們隨時 我今天要那個桌面是無窮大 我今天這裡要放Word 這邊放這個Excel 或者是這邊放PowerPoint 而且我隨時來講 我那個桌面是無窮大 所以我隨時要做這樣子去做串聯 或者是做連結都沒有問題 那甚至於他其實 還把現在最熱門的這個AI Coprime這個部分 也把它這個融入進來 那這個來講 還有什麼樣的一個好處 我們以前通常 比如說在這個PowerPoint 我們要做簡報 我一般來講 我大概就是看著這個簡報的內容 自己來做這樣的一個練習跟訓練 今天現在透過他 我今天他這個沉浸式的體驗 我甚至可以把下面的這個影像 我就變成是模擬會議的 這樣的一個畫面出來 那我比較更有這樣的一個 臨場感的這樣的一個練習 所以他其實這樣的一個整體的體驗 或者是效果會是好非常非常多 那另外呢 因為有的人講說 這個Fishing Power到底 好像跟元宇宙有這樣子的一個關係 那但是呢 我們先來看一下元宇宙 因為元宇宙在前幾年 非常非常的熱 非常的紅 那但是呢 在2023年的時候 他其實創下在這個相關的這個投資 創了一個非常低的這樣的一個新低 那為什麼 因為很多的新創產業 他其實受到的支持越來越少 所以這個甚至於 這個針對這個元宇宙相關主題的 這個公司的這個融資 基本上還沒有說任何一家公司 有超過一億以上的這樣的一個融資 為什麼 因為蘋果其實一直強調說 他不是元宇宙 他是空間運算的裝置 那雖然他跟元宇宙有關點 但是他這個技術 空間運算的這樣的一個技術 成熟了之後 才能夠再更進一步跨到 元宇宙的這個部分 好 再請到張博士 那到底什麼是空間運算 他真的可以掀起一波的產業革命嗎 這個部分來講 其實空間運算來講 其實他也不是最新的 蘋果其實他通常有很多 這個所謂新的技術 但是你去追本作源來看 他其實不是最新的 但是他會把它做的 讓人的使用者的體驗非常的好 那空間運算 他其實指的是 人跟機器之間的 這樣的一個互動 機器他可以記住 所有物體相對應的位置 就像我今天看到的斐魚在這邊 那我的腦袋裡面 我就記憶你的位置 我拿這裡是鏡頭或者是什麼 所有的這個相關 在空間上的這些資訊 他其實都有做這樣子的一個記憶 就像我們人一樣 我今天我們都會記憶 那所以當我的機器 我們的這個系統 他會把這個真實的物體 跟空間所有的位置 譬如說我們剛剛講的這個PowerPoint在這邊 Excel在這邊 他實際上來講 他會記住在哪裡 所以當我要拉的時候 他就不會把Word拉成Excel去 對 所以他整體的這個資訊來講 他可以透過非常的 這樣的一個計算 那當然這需要非常高的一個運算量 那他所展現出來來講 就可以讓這個我們 這個所看到的這個demo的 這樣的影片來講 我實際上來講 可以做很多的這樣子 包括在娛樂上面 或者在工作上來講 更有效率 譬如說就像我們剛剛講說 那個記者帶著那個Fishing Pro 他的這樣子的一個體驗 會比我們剛剛講 比以前好很多 那就有他的這樣的一個價值 那蘋果基本上運用AI的 這樣子的相關的這個技術 然後甚至於以後 就有可能推出AI相關的 這樣的一個應用 這樣的一個APP 那這個來講 包括說運用在健康 資訊 健身 體育相關 運動相關的 甚至在自動駕駛 自駕車 對 因為自動駕駛就像我們剛剛講的 電腦或者是車子 要記得左邊有車 右邊前面有行人等等 這樣子的一個技 他要能夠計 而且能夠精準的計算 才可以能夠達到這個 自駕的這樣的一個功能 好 我們先休息一下 稍後來關心的是 南韓的影視文化產業 向來都是風靡全球 不過現在中國是在淨韓的情況之下 對他們相關產業也造成很大的殺傷力 所以KPOP現在也要開始轉型 能不能夠成功的突圍 我們先休息一下 稍後來關心